今天是2020年8月20日星期四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您能夠點贊 分享以及訂閱我們的節目 在接下來的節目中 您將會瞭解到以下內容 重慶數千居民撤離 李克強現身 上海兩船相撞 14人失蹤 疑似偷運殺食 中國外交放軟 專家稱 緩兵之際 戰狼外交仍是主旋律 用台灣來代替中華民國 台灣駐索馬里蘭代表處名稱引發爭議 節省食物運動下的對策 直播吃空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詳細內容 中國西南地區特大城市重慶正在經歷著40年以來最大的洪水 目前有數千名居民已經撤離 河邊的商店和風景民政區也都已經關閉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當局首次發布了一級洪水應急響應 這也是四級規模當中最高的一級警報 此次洪水是今年長江的第五波洪水 週四的時候抵達了重慶 與此同時 長江的支流嘉陵江今年的第二波洪水也同時抵達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週四上午抵達了重慶 評估整體的狀況 同時還訪問了雙坝村 那裡的農田和房屋已經被洪水淹沒了 影響了當地8000多人的生活 中國國務院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二的時候 是在中國東部的安徽省進行視察 他查看了淮河上的王家壩以及撫陽市的其他受災地區 包括歷史名城瓷器口在內的重慶部分地區也已經淹沒在水下 在被敦促從週二開始要停止營業之後 該鎮的許多商店老闆將他們的庫存轉移到了較高的樓層 根據黎視頻分享的一段錄像顯示 南岸區南濱路沿線的一些地區已經被洪水淹沒了 水湧入了當地希爾頓酒店的大廳 記者曾經試圖聯繫該酒店 但是沒有成功 錄像顯示 河濱長廊完全已經被淹沒了 只有數罐還漏在水面之上 目前中國西南部已經是被要求對山崩和泥石流要保持警惕 在今年的洪水當中已經有219人死亡或者失蹤 超過6300萬的居民受到了影響 根據中國國家新聞社新華社的報導 重慶市應急管理的官員王世平說 儘管過去幾天沒有大雨 但是重慶仍然面臨著創紀錄的洪災 他說在第四波洪水消退之後僅兩天 週四的長江洪水就到來了 這位官員表示 在再一次上升之前 重慶的水位並沒有降到警報水位以下 根據報導 重慶市是有3 4以上都建在山坡上 超過550條河流和支流流入到這個城市 同時 重慶也是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 在汛期降雨的總量占到了總降水量的60%到85% 好 接下來我們將視線轉到中國上海 上海長江口20號凌晨發生了兩船相撞的嚴重事故 有一艘運油船和一艘沙石的貨運船發生了碰撞 造成油船起火 沙料船沉沒了 現在有14個人還在失蹤當中 目前搜救的行動仍然在持續進行 消息一出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 希望能盡快找到失蹤的14名船員 也是有不少網友質疑 事故原因恐怕是和內河船跑到海上去偷運沙石是有關係的 根據法廣引述東森新聞的報導 運油船和沙石船相撞 上海的長江口外海陷入了一片火海 14個人當中僅有3人獲救 根據中國上海的海事局官方微博的報導 事發的時間是20號凌晨3點39分 當時的一艘運載約3000噸汽油的油船和一艘運沙船隻 在長江口登船東南約1.5海里處發生了碰撞 隨後運油船的甲板就起火燃燒 運沙船直接沉沒了 油船14人 沙料船3人 兩船共17人 僅有3人是獲救的 其中有一人需要送醫治療 事故發生之後 上海各部門也緊急調派了直升機和船艦來進行搶救 同時也發布了航行警告 公佈沉船的位置 並且劃定了現場警戒區域 以確保周邊的船舶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的暢通 報導引述了《新京報》的消息 在下午3時許 搜救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 東海就102搜救船返回碼頭補給泡沫 泡沫是主要用於撲滅水上的流暢火 以及船上的汽油起火 經過一上午的搜救 現在火情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控制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其他的方面 近期 美國在外交 國防和經濟等領域連番出拳 使得中國應接不暇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以低姿態表示 要推動兩國關係重歸正軌 並且發展全面建設性的關係 崔天凱的表態被認為是與戰狼外交背道而馳 但是有分析認為這只是中方的一個緩兵之計而已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中國駐美國的大使崔天凱 近日是應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邀請 與會者就美中關係進行了視頻方面的交流 崔天凱說搞意識形態十字軍東征 不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任何問題 註定會遭到失敗 他強調中美兩國應當是高度警惕 任何試圖把兩國關係推向對抗衝突的險惡圖謀 推動中美關係要盡快回歸正軌 近年中國的戰狼外交是飽受詬病 但是視頻裡面的崔天凱強調 中美兩國必須和平共處 共同演進 管控分析 擴大合作 發展全面穩定的建設性關係 他說中方無意介入到美國的大選 並且願意隨時隨地的和美國縣政府進行合作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香港的時事評論員劉瑞紹表示 目前看不到北京會改變強硬的外交作風 劉瑞紹表示 崔天凱的說法是一個緩兵之計 主要就是要看到美國對中國動爭格了 而且不光是針對中國中國的國有企業 用民營企業包裝的很多中共控制的企業 也開始面臨著針對 譬如阿里巴巴 崔天凱的一句意識形態十字軍東征備受談論 劉瑞紹認為 這個話的這句講話的最大的問題 也是出在了這句話上面 劉瑞紹說 中共一直以來都認為 什麼問題都可以通過硬實力 包括經濟外交來進行解決 從而主導整個世界 但是西方主要國家之所以有較強的實力 主要是因為他們軟實力硬實力是同時具備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有七個方面不能講 包括普世價值 而這恰恰是他沒有能夠獲得世界範圍認同的主要原因 雖然戰狼萬交是目前的主旋律 無法機制 習近平決定的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台灣駐索馬里蘭代表處日前進行了接牌 台灣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在臉書當中說 這塊牌子就寫台灣 沒有多餘的墜字 舒服 對此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國民黨立法院的黨團 召開了記者會提出批評 國民黨的立委林一華表示說 請外交部正式回應中華民國是否是墜字 他說大家都知道立法院臨時會才剛剛處理完護照的證明案 那民進黨也只是敢遮遮掩掩的通過要求行政部門 針對護照上提升台灣辨識度的加強 那如果外交部真的覺得中華民國是墜字 那麼你們為何不通過護照證明的案子呢 國民黨嗆你不敢嗎 另一話還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敢 那就在下一個會期的修憲的委員會當中 會提出何種有關國號的案子呢 不要一方面拿這個議題來騙選票 一方面其實什麼都不敢做 另一方面 台灣的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則表示 目前台灣的駐非洲代表處的名稱 大多都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新開設的索馬里蘭代表處 以台灣代表處來呈現 顯現了雙方 將在各個領域全面深化友好合作關係 並不只局限於經濟文化的層面 歐江安還指出 駐外館處的名稱的訂定 其實都是因應台灣和駐在國的默契而定的 外交部也從未說過 中華民國是墜字 相關的臉書貼文只是使用了網絡流行語 外交部尊重臉書小編的創意 希望外界不要曲解 去做無謂的政治隱身 台灣的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告訴美國之音 使用台灣駐索馬里蘭代表處 不僅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也反映了政治現狀 她說中華民國只有在台灣 大家還可以看到 你在國外 在美國 中國 日本 索馬里蘭 歐洲國家 你不能談中華民國 人家是不承認的 也不會了解你是哪一個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還是中華民國呢 蔡明憲還說 美國國會通過的相關法案 幾乎都是使用台灣的 美國在台協會也使用了台灣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外交壓力 國際社會目前無法公開承認這個事實 台灣總統蔡英文 星期三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也表示 中華民國絕對不會是墜字 在種種外交和國際活動的目的 就是要把中華民國台灣帶到國際上去 面對中國以武力恫嚇威脅台灣 蔡英文說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台灣對整體軍事形勢 都有著嚴密的監控和全程掌握 對於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任何行為 相信國際社會是不會接受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接受提問時表示 中方堅決反對台灣同索馬里蘭 互設官方性質的機構 或者是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民進黨當局並極亂投一 圖謀在國際上來搞分裂活動 絕對不會得逞 台灣與索馬里蘭日前完成了 互設代表處 索馬里蘭1991年自行宣布 從索馬里獨立出去 但是國際上只是承認索馬里蘭 是索馬里的一個自治區 索馬里蘭沒有和中國建立任何外交關係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關注中國的一個 節約食物的運動 中國呢近期呢是興起了一個節省食物的運動 那麼央視啊甚至還直接批評起了 大魏王吃播主浪費食物影響了吃播界 不過呢也有聰明人啊 對此做出了無食物吃播 也就是吃空氣這樣的一個改變 根據法廣引述光華網今天的報導說啊 吃播進化了中國無食物播主演技爆棚 該消息說中國有播主呢 是改用了無食物吃播的方式來上陣 包括煞有介事的去點贊醬料這樣的動作 直接是考驗了他們的演技 中國網友分享了一段無食物吃播的影片 只見呢這一名吃播的博主啊 拿起了一包素食店的紙袋 再從當中呢掏出了一盒一盒的雞塊 像什麼新二良雞翅堡啊 以及帕尼尼的啊等等等等這樣的食物 一隻手呢還煞有介事的戴起了塑膠手套 煞有介事的抓起食物呢 一樣一樣的進行進食 表情動作和聲音都超級到位 甚至還有吃水餃的環節 生動的演技讓很多人難以離開視線 彷彿真的像有看不見的食物被吃掉了一樣 該報道說對此中國網友紛紛笑著回答說 真是國家一級演員 他是怎麼做到無食物表演 卻把我給看餓了的呢 我一度以為啊 是我不夠聰明 所以才看不見那個漢堡 還有人說看他吃空氣吃的好香啊 問一下這空氣要多少錢一斤呢 還有人表示這樣挺好的不浪費 也不用擔心發胖了 還能夠鍛鍊演技 說不定吃著吃著就吃飽了 空氣吃飽了 也有網友說 有沒有好心人在他的食物後面 後製上食物的呢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戴希下期節目再見